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个33公分呢 我这个47公分呢 才100块啊 买得太贵了吧 一张迎宾座椅由八个纸筒立柱和六分甲板磨边组成 这张纸座的椅放在花博新生馆内要价一万九千两百七十八元 三十张就要五十七万八千多元 价格遭到质疑太贵 北市府立刻发出新闻稿澄清 还以无奈作为回应 表示不论是浇花饮料打翻或纸筒受潮变形 甚至就连小孩跳上去或小狗撒尿都成了理由之一 不要赖给小狗 不要赖给小朋友啦 按照我们这一次花博中心的管理办法 花博真正开展的时候 小狗不能进去啦 只有一种狗可以进去啦 叫做倒盲犬啦 议员直呼太夸张 连小狗小孩都成了北市府的戴罪羔羊 不知道下回花博又因为哪个物品价格过高 又有小东西成了市府的脱罪之词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花博的争议真的是每天都报不完 今天另外一位议员周薇